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安东市场有一家人气熟食摊 老板陈秀军凭着对家乡味的思念 做出了富有江浙风味的人气便当 像这款限量的蜜汁鸡腿便当 完全不加任何一滴水 纯粹以卤汁跟冰糖去卤制 把鸡腿肉卤到了鲜嫩多汁很下半 另外每天现卤的牛腩便当 牛腩的口感恰到好处 浓郁的红烧香气令人胃口大开 三个什么便当 鸡腿排两个 又空了 总共三个便当三个小餐 排不到中午台北安东市场 这家人气满点的熟食摊 早已排起人龙 小姐有什么便当 鸡腿一个 吃的话要特别长 鸡腿要特别长 大概十点钟再来排队 要看你来的时间 如果你十点半来 也是要稍微排一下 他说十到十五点 如果说再晚一点的话 有时候要半个小时 能让鸡肠碌碌的食客们 甘愿花时间等候排队 吃这个一开摊就秒杀的 限量蜜汁鸡腿便当 红润油亮的鲜鸡腿 弥漫着诱人鲜味 光看就令人迫不及待想大口尝鲜 蛮入味的 很入味 而且那个肉也不会柴柴的 味道是比较微甜一点 然后其实蛮适中的 很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吃 香喷喷的蜜汁鸡腿便当 能做到老少通吃 靠的是店家的传家秘方 整个过程我们不加水 因为我们有加一点冰糖 微微的甜 可是冰糖它不腻 吃起来就是咸甜适中 一般滷鸡腿大都是 酱油加水下去滷制 但祖籍浙江的陈秀君 做法和其他店家不同 他遵循老一辈方法 味道才会有浓浓的家乡味 我们江浙菜怎么做的 那我在公共婆婆家 做给他们长辈 所以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味道 我们江浙菜就重视 那个农油四酱 就是深深的颜色 有点甜又有点咸 泉子我们都加绍兴酒 我们就当水用 水分比较不多 就让它收干 就自己本身的胶脂 就会粘稠 味道拿捏恰当的 江浙口味蜜汁鸡腿 被大火烹煮的咕噜冒泡 不停散发浓浓鲜味 冰糖一预热 融化成糖浆 均匀附着在鸡肉上 表皮油亮通红 还带有微微的焦香 高人气秒杀的蜜汁鸡腿便当 有一只大鸡腿 三样十令小菜 油亮晶透的鲜鸡腿 卤汁充分渗入鸡肉 吃来浓郁鲜甜 又不过于油腻 咸中带甜的滋味 令人胃口大开 口感很好 肉都有汁的味道 有些就是说 好像是水这样沾一下 色香味很好吃 好像入口即化 然后那个鸡 它那个卤的鸡汁 你去拌饭好好吃 客人品尝便当 搭配的小菜也很精彩 每天现卤的经典不败美味 酱卤牛腱 以上桌弥漫鲜肉和酱香滋味 牛腱肉筋肉呈现放射状花纹 口感软中带Q 越嚼 滋味越鲜 吃起来的话 让你感觉是说 蛮有那个中药的香气 对 你说那个中药它是很多种嘛 不可能单一的那个味道 陶客爱不适口的市场秒杀便当 是人称金妈妈的陈秀军 难忘的味道 出生中国浙江的她 小时候随着国民政府来台 家住新竹眷村 长大后嫁到台北 为了生计 在市场里卖起舍金上的回忆 生意难免会起起起伏伏 那我就秉持我的原则 我用好食材 食材我都是用最好的 因为现在食安嘛 就是我也很重视 一定要这样干净的油 我从不用回锅油 我的菜也是都买当天新鲜的菜 每天现卤的控肉便当 陈秀军选用当天新鲜的五花肉 加上独门秘方 让控肉吃来带有淡淡的酒香 我们重点是加红麴 红麴一般都说可以去掉一点 身上的那些杂质嘛 它有酒香味 还有比较不腻 我是这么觉得 病人蝉咸的控肉便当 热腾腾的白饭 配上香味十足的控肉 鲜美的五花肉 一层油脂一层瘦肉 浓鲜合肚恰到好处 控肉经过慢卤 卤到通透 口感软嫩香浓 根本不用咬 然后就 搞人家蛮适合的啦 年轻人或许会比较烂一点 然后味道都很好 不然我总会一直来买 让陶客一吃上瘾的 还有香酥味美排骨办便当 排骨肉炸得金黄酥脆 一咬下卡滋脆口 肉汁在嘴里化开 它排骨可能沾很颜色有沾 可能沾得比较搞笑 然后有人一咬就是很厚的粉 它倒不会这样的 那然后腌的那个咸度 什么都蛮好吃的 陈秀均的妈妈味便当 令陶客一再回味 这用心制作的好味道 现在也传给了第二代 热卖的牛腩便当 是小老板金肚成 向妈妈学习的家常菜 那我们的红烧牛腩 跟红烧牛腱 都是来自于澳洲的牛腱心 那外面有一些的牛腩会用 像是一些其他的那种乳肉条 但是我们家标榜都是来源的 全部都是浩洲的牛腱心来制作 凭良心慢慢炖乳的 妈妈喂牛腩便当 一大块牛腩肉搭配甜美的胡萝卜 味道简单 却伴随客人好几十个年头 它这个吃起来就是说 第一个你没有腥味 第二个你不会说咬不烂 也不会说是一咬就是稀趴烂 也不会 它的火猴是失踪 对我来讲是很失踪 其实我年龄也不小了 我也七十多岁 我有一些都在那时候 有时候怕这个牙齿不好 可是它咬起来没有问题 世代传承的将这位便当 能让客人一吃成主顾 鲜美的背后是陈秀君 给客人的满心承诺 我的原则就是说 我做出来的东西 就像自己在家妈妈做的味道 妈妈那也可以吃到 以前家乡的好像是 将这个口味的味道 就是我就秉持这样子 一直煎着吃下去的 陈秀君凭着最家乡味的 满怀思念 通认出包君满意的人气 秒杀片当 这一位承载着许多人的回忆 也蕴含质朴且真切的 故乡妈妈味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中逢甲商圈有一家太阳饼店 是台中地区人气伴手礼民店 老板林震东坚持严选实 手工制作 他做出来的太阳饼 口味甜而不腻 而且不黏牙 几乎入口即化的口感 因此获得了金饼奖的冠军肯定 后来他再度研发出像 荆棘 铁观音 玫瑰等等的口味 还有咸的焦心肉松饼 另外这款一口咬下 会流出馅料的蛋黄酥 不仅在当地打出了口碑 更热销到新加坡港澳地区 黄澄澄的太阳饼轻轻一拨开 饼皮蓬松又柔软 中间藏着饱满的金黄麦芽线 还有这款茶香浓郁的铁观音太阳饼 搭配多种口味堆叠起来 颜色缤纷又柔美 如果想试试味道口感 现场还可以试吃 你好 这边帮你们介绍一下 高饼可以试吃看看 那有我们的新口味 当你们介绍的中间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新口味 我最喜欢他们的冠军太阳饼 我每次来一定会买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冠军太阳饼 我觉得甜而不腻 也是我吃过台中很多的太阳饼 我觉得最好吃的 他们家就比较简单 然后我自己是蛮喜欢 他们出的新口味 铁观音 因为我很喜欢喝铁观音的茶 然后我就觉得铁观音蛮特别的 我从桃园 那是专程来的 对 我喜欢来这边买他的太阳饼 甚至我都会帮朋友带回去 这家得过金饼奖冠军的太阳饼 靠着低醣不腻口的特色 在众多饼铺中脱颖而出 会这么炙手可热 全是因为老板林震东 很在乎每个小细节 从制作饼皮开始就很讲究 一颗颗包了油酥的面团 经过赶压 揉出层次后 料再包入用糯米提炼的麦芽线 那次用淀粉跟糯米的麦芽 它的夹叉成本 淀粉那个一斤大概20块就有了 那像我们这一种的话 一斤都要到150 160 价叉差了快8倍 伍计成本也要追求品质 一片片整形好的太阳饼 要送进烤箱慢慢烘烤 而温度是一块饼 成败的关键 里面包这个麦芽 它在烘烤的时候 像有的师傅他担心 因为它麦芽遇到热 它会滚 那如果你的外皮 外面那个面团精度 掌控不好的话 麦芽它会把面团给滚破 那当你一滚破的话 我们在烤箱里面烘烤 热控器会进去 那那一部位的麦芽 它就会硬掉 口感就不好 刚出路的人味太阳饼 闪耀金黄亮眼的袜衣 弥漫诱人饼香 吃起来松香可口 一到嘴里就入口即化 还会散发淡淡的麦芽米香 就是它的外层很酥 对 然后它的中间的麦芽 不会黏芽 对 然后不会那种吃的 就是一整块吃完 会很腻的感觉 它们都不会 我不是很喜欢吃甜点的人 可是我来台中一定会来这边 买太阳饼 是因为它的那个香气 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 它有一种卤香味 然后不会那么甜 然后它的饼又一层一层的很酥 对 所以有时候我像吃点心 或早餐甚至一杯牛奶这样配 香酥软茹甜而不腻的口感 受到年轻小姐的喜爱 其实这是林振东六年前 当高饼师傅时所做的冠军饼 台湾市政府还有办太阳饼的全国比赛 那我也是因为这样的去参加比赛 就是因为也办了比赛 让我自己有信心 所以就是得到冠军以后 我才自己出来创立这样一个品牌 获得肯定的林振东 决定踏上创业之徒 创业后的他更积极投入研发 像是带有酸甜滋味的金武吉太阳饼 就特别选用宜兰产的荆棘 它是用我们宜兰的荆棘 然后把果香 果肉给 拌入我们的麦芽线里面 其实它的主体都还是麦芽线 将剁碎的荆棘揉进麦芽里 同时能增添丰富脚感 在传统中不断创新口味 要打进年轻人的市场 刚出炉的金武吉太阳饼 每一口的尾韵多了酸酸甜甜滋味 另外就吃起来茶韵香浓的 铁观音太阳饼 因为有着淡淡茶香 也让人越焦越芬芳 其他像是起司 蜂蜜 玫瑰 每一种都极富创意 让人一吃难忘 我觉得我一进去 那个荆棘的味道 就冲上整个嘴巴 很荣誉 而且它不是那种化学的荆棘味 我觉得还满不错 因为我比较喜欢天然的东西 对 所以它的东西 我很喜欢是因为它是有层次的 而且它不会让你吃的会腻 不论是什么样的口味 都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这个大有微微麻辣香的 焦心肉松饼也隐藏巧思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